大家好,我是杨景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你现在处在于黑洞的话 你该怎么办 那希望又该摆在哪里 那对我来讲就是 如果你人正在处身于黑洞 你更应该要把那个希望紧紧抓住 不可以让它流走或者是放弃 我自己本身从以前到现在 一直都有在黑洞跟漩涡 跟低潮的状态里面都有 只是它是不定期的 但因为我觉得这种不定期的很像 就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课程来 你就要像考试一样不断地一直考 考过了就过了 然后你就可能可以放松一下放个暑假 然后过得很开心 然后突然的黑洞又来了 低潮又来了 然后你又要再开始考试 然后考过了 你又升了一年级这样 对我来讲好像 这个我现在这个前面的人生 好像就像考试一样 就像学生你必须得要一直考试 你才有办法 因为你想毕业嘛 你必须就要面对那个考试 就像我一样 我也想要继续生活下去 我也想要让我的人生之后 过得更达到我心中想要达到的那个人生目标 所以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更好 所以我考试的时候我也要考得更好 就算那个考题真的很难 就算我答不出来 我还是要硬把它写出来 交卷了 我也是交卷了 所以我才说就是当你遇到黑洞的时候 你要抱一个希望 就像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在考这个人生考题的时候 我也是一直抱持着我人生 我希望我可以 杨锦华可以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然后可以成为一个 怎么样有影响力的人 这也是我一个心中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一定要让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然后让人家比如说 在讨论到杨锦华的时候 知道他的低潮 或者知道他的成功 或者知道他的什么 他还可以做比较的时候 人家就会有引以借尽的 就是知道说 我也可以像杨锦华这样子做 所以当你低潮的时候 千万千万的不要放弃自己 然后更要像女超人一样 不停的fighting 然后当然不是fighting别人 是fighting自己 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应该是在15 16年 16年 对我刚刚说16年的分割点 10年到16年吧 慢慢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 然后当然最严重的 最明显感受到的就是 自己不快乐的时候 是在15年14年那时候 那时候真的常常很多 觉得为什么 其实工作也有 然后饭也有吃 然后也有的喝 但是内心就是不快乐 不踏实 这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 我不是这样的人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我记得我以前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很喜欢去吃夜市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人拍照 然后可是那时候的我 比如说人家要求拍照的时候 我却跟他们说 我不想拍 然后但是 我不想拍的时候 可是我的表情是 有一种皱着眉头 然后有一种 小小生气的表情 然后看到粉丝很失望地转头离开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气自己 因为其实我是想拍的 可是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我当下就是不想拍 很奇妙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那时候有一种很奇妙的愤怒吧 在内心里面 可是那个愤怒说不上来是什么 所以我有几次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我惊觉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所以慢慢很多的点 然后我就开始要去了解自己 因为我就觉得 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个样子 可是为什么当事情来发生的时候 我却是用这个反应出去的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我是不是有小小的生病了 可能有一点点忧郁 然后不了解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我告诉我自己 要去翻开自己 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 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是什么东西 人事物让你觉得内心受伤了 可是你还是要反过来 去正面地面对它 我发现其实这招蛮有用的 这个方式是蛮好的 我觉得相信希望这件事情 就是它就是有一个 让你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去 想要为这个希望去努力 去改变 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 那个希望就可以达到 我确实是有这样子 因为说我刚刚从那时候的变化 因为我就觉得 那时候一定觉得说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 让我自己有一个目标了 然后这个目标 然后我从以前就定下来嘛 然后我就开始朝着目标前进 我就发现我其实确实真的有做到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就是 比以前快乐很多很多 然后内心也自在很多很多 那这就是我以前 我希望 我的希望成为一个什么人 然后当然现在 又希望成为一个什么人时候 又重新设定了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还是要去 设定你自己的希望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那个前进的动力 让你成为更不一样更好的人 一定要设出希望来 我觉得有这个希望 是让最主要目的是让你的 每一天在奋斗的时候 在过生活的时候 是有目标的 不是像无头苍蝇的在过 希望今天的分享 今晚的分享你会喜欢 晚安